2022程路车展我们现在是在坦克的展台 今天坦克展台是带来了一个新版本的坦克300 我们能看到外观内饰其实都没有发生太多的变化 那它新在哪里呢 就是这个HEV的版本了 也就是它动力性能的提升 它现在搭载的是一个20T的放弹机 搭配一个9HAT的混动结构 而这套混动结构呢 其实它最大的点不是为了省油 我们都知道坦克300这种车型 它的燃油经济性表现其实都不是特别的理想 但是有了这个HEV版本呢 燃油经济性整体的表现会有一丝丝的降低 但是它重点呢 其实它整体的性能的提升啊 就是这套动力 它的系统最大的综合扭曲呢 是已经达到了640牛米了 想象一下 它有640牛米 你在翻山越岭的时候 是不是会显得更加的游刃有余了 要知道 对新一代的路轩LC300 它的扭矩也不过600出一点点小头啊 它已经完全能虐过路循了 你想一想 坦克300是不是整体的销量又该晚上涨一涨了 但是我也有一个小的疑问啊 就是这辆HEV版本的坦克300 到底卖多少钱合适呢 那这个谜底就只能等到广州车展再给大家揭晓了 2012成都车展 我们现在是在欧尚的展台 今天欧尚展台呢 还有一款新车 就是我旁边的欧尚Z6 IDD了 说起IDD呢 动力就是这辆欧尚Z6最大的卖点了 它是由一个1.5T的发动机主导的这套混动的动力单元啊 而这台1.5T发动机呢 最大的热效率是可以达到45%的 在亏电情况下呢 它的油耗呢 也是可以保持在5.7升的 而除此之外呢 欧尚Z6 IDD呢 还搭载了一个大的电池组 就是纯电的续航里程是可以达到150公里的 所以试想一下 这台车型在城市中开的 其实是完全可以把它当作纯电动车型来使用的 而且它还支持快充和慢充两种充电方式 在后期的使用上面呢 没有给用户带来任何的困扰 除此之外呢 这台车型呢 它也是做了一系列的高寒高原的测试的 就是厂家在耐尽多方面呢 其实已经做了相当成熟的验证了 而满油满电的续航里程呢 是可以达到1300公里的 而除此之外 还有亮点 就是它的车机系统了 也是非常聪明的 三块屏幕错落的交汇 让整车的内饰科技感呢 也是完爆了其他的这一系列的车型 而除此外 它还支持一个车外的语音交互 比如说你要跟它说了 我要打开后飞箱 你直接说出来就行了 远程操作比用遥控器还方便 所以这辆欧上Z6 IDD的卖点 显然是要变得更加的丰富了 不仅省油 而且还好玩 2022成都车展 我们现在是在截图的展展 今天截图展展的是 带来了一款新的动力版本车型 只能这么说了 就是截图大胜的IDM版本车型了 整体的外观设计语言呢 其实是和燃油版车型 是差不多的这种相同的元素吧 但是它在细节上面 也是有着一个自己的不一样的 比如说它这个分体式的大灯结构 然后和这个淡蓝色的车身涂装在一起的时候 你会觉得它真的非常的个性 中网呢 也是无边际的样式 而且主灯源是和中网完全融合在一起的 所以这台车的车头给人的感觉真的是太个性了 然后车身侧面呢 能够看到它也是采用了较为简洁的设计 比如说它的门巴时候 也是采用了这种隐藏式的设计 我觉得这台车型吧 侧面有那么一点点温温而雅的感觉 和车头的这种比较个性的元素相比呢 它有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反差 包括它的轮毂样式 都是这种不大不小 刚刚好的多条幅的样式 而至于车尾呢 其实和车头的感觉也是不太相像的 也是有着自己的设计风格的 尾灯是没有采用那种烂大街的贯穿式的元素 只是一个非常平缓的 然后外子型的样式 但是我觉得观感应该不差 我不知道点亮以后什么样子啊 而作为混动车型呢 在车尾的标识上面 也多了大胜IDM的混动标识 以彰显它自己的身份 而至于内饰呢 这辆大胜呢 其实也是足够的豪横的 能够看到 里面中共屏幕的尺寸 就是足够的大了 中央屏幕的尺寸是有15.6英寸的 前面的小屏幕的尺寸 就不是特别大 只有8英寸 但是我觉得通过方向盘 观看上去的时候 感觉是刚刚好 因为它是采用一个 上下平底设计的方向盘 而且这台车呢 还采用了一个 怀档式的设计啊 所以整体而言吧 我觉得大胜是有 它自己的设计 设计风格在里面的 而这台 IDM的混动版本 它的动力呢 是一个1.5T的发动机 然后搭配三档的 DHD变动箱 整体来说吧 这套动力系统呢 当然也是奇瑞 看家的这套动力系统了 我就不知道在大胜这里 能不能广泛的应用开来啊 因为毕竟奇瑞那边 好像还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动作呢 2022成都车展 现在来到了极力的展台 我们身边那台呢 就是博越L 博越呢 是极力的当家SUV了 但是上半年的销销量啊 只有5万5千台 听起来似乎不少 但是想想极力的一个当家车型 这个数量啊 似乎是有点拿不出手 现在呢 人家升级了 来了一款新的 是我身边这台是油电混动版 它呢 其实是一共分四个版本 包括2.0T 1.5T 两个全燃油的 马力呢 是一个188 一个219 其实马力方面 没有太多可以说的 重点呢 是两个油电混 包括1.5T 三档DHD的 一个普通油电混 还有一个这个动力 加一个大电池的 一个插电油电混 这四个动力摆在这里 我觉得 博越L的动力方面的卖点 其实就已经在同级别中 应该算出类拔萃了 不过呢 它的车身尺寸 并不算特别的优秀 4米6多一点这个数据啊 在同级别中 应该并不算顶尖的 好在啊 它的轴距够长 达到了2777 从侧面一看啊 四轮四角的设计 能够让它的车内的乘坐体验 应该是不错 而且呢 你看到它这个座椅 座椅上呢 打了很多的这个园厅 看起来就像他们家里的大沙发一样 看来李舒服关于这个汽车 就是四个轮子 加上两排沙发的一个想法 看来在博越L上就要实现了 而且它的内饰啊 不光是这个四个座椅 它呢 升级了一下它的内饰设计 包括8155的车机芯片 然后里边一个Z式的 一个大的屏幕 然后包括里边各种的做工 都提升了不少 我觉得现在内饰氛围 升级的是满满的 关键就是它的价格 可能还是略高 如果后续呢 能把它的优惠呢 再释放一下 这台车的销售数据 一定能够突飞猛进 感谢观看